《出埃及記》第二十章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哪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 是記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 自負及子 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戒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千代 不可枉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因為枉稱耶和華命的 第一,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當紀念安息日 守為聖日 六日要牢牢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伏起、生畜 並你成女寄居的客人 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做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 定為聖日 當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的地上 得以長久 不可殺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薄皮、牛爐 並他一切所有的 眾百姓見雷轟、遣殿、覺醒 山上無煙 就都發賤 遠遠地站立 對摩西說 求你和我們說話 我們必聽 不要神和我們說話 恐怕我們死亡 摩西對百姓說 不要懼怕 因為神降臨 是要試驗你們 叫你們時常敬畏他 不知犯罪 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 摩西就哀近神 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向以色列人這樣說 你們自己看見我從天上 和你們說話了 你們不可做什麼神像 與我相配 不可為自己做金銀的神像 你要為我祝土壇 在上面以牛羊 建為凡祭和平安祭 凡記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哪裏痴腹給你 你若為我祝一座石壇 不可用作成的石頭 因你在上頭一棟家具 就把壇污衛了 你想我的壇 不可用台階 免得露出你的下體來 不可用作成的石頭